我最初不知道在10年前 我透過核二言的網站 在它上面有一篇報導 就是得知台灣到目前 在國際上的地位是什麼 關於這件事情 他從這網站上知道 但我在特别在针对国际理论 在学习的当中 我也发现说 台湾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一个国际的理论 我就了解 我就理解到 それで その延长战の上で 林先生の理論を始めて 詳しくする機会があって 段々とこの運動に 協力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之后就有机会认识林秘书长 也开始透过他的理论 然后从周围 开始协助林秘书长 日本内地でも 私は私と私らの友人とか 日本人に対して 台湾の姿 台湾の立場 台湾人の置かれた状態 これについてもっと知ってもらいたいと という気持ちで いろいろと努めております 例えば一つの例は ジョージ・カワ先生の 裏切られた台湾と あれを小録にしまして 短い文にしまして それを今も日本で配っております 日本で私たちの友達に 彼らの友達に 今までに台湾の 整個発生的経過 台湾の現代の様子 台湾の每一件事 他也不断的在帮助 去發揚 然后告诉他的朋友 他這邊有一個 透過一個文章 他也竭力的在發揚 能夠让日本人 知道現在台湾的關係 是甚麼 今それを日本内地で 配送る時に 必ず説明を加えていることは 日本人が たくさん台湾に来てます 遊びに来てます 日本人は台湾が好きです ですけども 台湾の人たちのことを 知っている人は少ないんです 雖然現在目前 有許多的日本人 到台湾来 旅遊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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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 我就是這樣説明了 以前那激烈的戰爭 我們一起戰的同胞 日本人的同胞 還有那些敵人的敵人 也有兩種人 目前台灣他認為有兩種人 第一種人是在過去戰爭 與日本一起戰爭的同胞 再來另外一個第二種人是敵對 另外一種人是敵對 跟我們有敵對的關係的台灣人 中國人 所以就是有點激烈的說話 但是我努力在那裡 我雖然有點嚴肅 但是我不斷地再加強強調 要讓他們知道說 就是有這樣的兩種人在台灣 他不斷地在告訴現在的日本人 那戰爭的後來 日本人是在台灣的 在台灣人的發展 台灣人的發展 台灣人的發展 自分的同胞的財產 那些人的財產 那些人的那些人 都不知道 在戰爭之後 因為蔣介石不斷地被蔣介石洗腦 因為到目前為止 日本人 日本人 他們只知道說 在戰爭後 他們只知道說 只有支那人 只有中國人 那他們就是在過去 其實他們已經忘記他們 台灣自己是自己的同胞 不單只是日本的問題 那當我了解之後 在台灣 不管是針對戰前或是戰後 那在本地的台灣人也有許多的不理解 我呼籲在座的每一位 對於台灣的不管是戰前的 或戰後的每一個 對於台灣的歷史 多多地宣傳 給你們的後代的子孫 多多地去宣傳 你們周圍的每一個朋友 現在我現在 這個民政府運動 林先生的進行 民政府運動 林先生的進行 民政府運動 都在日本的 都在日本 都在訪問 很多人 都在日本 都在訪問 你對於香港的 都在訪問 台灣人 都在訪問 台灣人 都在訪問 台灣人 都在訪問 非常棒 每一個人都想要成為偉大的人 當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可以合一 在日本呢 我也不斷地在跟日本的議員們 跟他們說 期待他們可以跟台灣民政府的人 接觸然後碰面 那些人們說說 台灣人是誰跟我們合一的 いいですか 民政府運動があります 立東基誘拐があります 獨立建国連盟があります たくさんいろんな家があって 同じように台湾人のために 国を作ろう あるいは独立しよう 台湾人のために いいことをしようという理想はありながら お互いに喧嘩している そういうふうにお互いに避難 分かりますか お互いに喧嘩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は 誰にも会えません 因為在台湾的這種狀況之下 他們都互相的批評 互相的爭奪 這樣子 所以讓日本的官員 就是不知道要 跟哪一方做聯繫 在此我要要求大家 皆さん 自分たちの同志と 同志同志 同志がお互いに仲良く手をつないで 皆で一つに固まることが大事です 在這裏要求大家 真的是同志們一定要心繫在一起 然後手牽著手 要鞏固我們的心 それで 皆さんはリーダーばっかりです 在位都是領導者 私がさっき言いましたように 頭のいい人たちばっかりです 都是聰明的人 でもね 頭のいい人の言葉 皆が理解できるとは限りません 聰明的人 但不等於是可以理解 私が 林先生にも言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蔡先生にも言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そんな偉い人ばっかりが分かる言葉を喋らないで カンテコにも 分かります? カンテコ 豚 カンテコって言うでしょ カンテコ でも分かる にも分かる言葉で たくさん喋ってください たくさんの人に それで 下の人たちが 教育のない ブタオイのおじいさんでも分かる 言葉で喋ったらですね きっと 皆さんの 進むのが広がります 最重要的是 要講 大家都可以明白的話 なぜひ それを これから実行してですね たくさんの人に 民政府運動の理想を伝えてください 期望大家可以 對於台湾民政府的理想 我們真的是 為這個 真實的去執行 迈向前面 請多指教 もう一つ もう一つテーマいいですか? 再補充一点 この 林先生から 東京で事務所を作れと というふうに私依頼されております 林民事長呢 就是委託金田先生 在東京有設立一個 辦事處 でも これは難しいですよ 這個有一點困難度 やっぱり TCGの旗を建てるんですから 小さなアパートじゃダメです 由於要把 我們台湾民政府的棋子 立在東京呢 如果說 設在一個 小型的一個房屋 是 比較 不太適合 東京の やっぱり それらしい いいところ 一定要在東京的 最適合的地方 就是 應該是 辦公室的一個 範圍裡面 そこに 事務所を作るのにですね 私はその事務所にいるわけにいません 誰も行かないんです 今 目前呢 我們在選擇 辦公室 但是呢 在辦公室裡面 沒有適合的人 無人の事務所 沒有人的辦公室 無人の事務所 貸してくれって言ったら 皆断られたですよ 如果說 要去跟 租借一個辦公室 說 但是沒有人在裡面 會被拒否 所以目前呢 就是 拜託 秘書長呢 是不是有一個 適合的 可以在 東京的辦事處 それで 一つその 東京の事務所が 自分で 運営できるように 利益の上がる 収益の上がる 方法を 皆さんで 考えてください いいですか 為了要提升 我們民政府的利益 那 是不是要 有一個 真正我們自己 設立一個辦公室 在東京這個地方 例えばですね 日本の中小企業で 台湾と 経験したい 会社は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針對台灣 要跟日本的中小企業 要做一個連結的 在台灣有非常多 這樣的公司 台灣の日本の中小企業 特に後継者がいない中小企業では困ってるんですね 後継者 後継者 後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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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の中小企業 技術もあります だけども自分は年を取って店を閉めたい そういう人たちが 例えば台湾で 誰かその人の技術や あるいはお客さんを引き継ぐ人があれば 提携したいと思ってる人もたくさんいるはずです 日本の 有許多的中小企業 那他們有很好的技術 然後有 有客人 那 但是 因為他們年紀 增長 那他們希望有一個繼承人 幫他們繼承 那目前就是他希望可以跟台灣的公司 做一個連結 台湾でも 日本の 会社と提携したい 新しい マーケットのために 新しい技術のために 日本の会社と提携したいという人も たくさんいるはずです 在台湾 也有許多的公司 為了要 跟 為了要 要求新的市場 新的技術 那他們也希望 也希望可以跟日本的公司做連結 そういう会社を 両方を つなぐ 提携 の 仕事 これは一つのアイデアですよ そういうようなことでも 考えていただけたら 東京の事務所は 見つけやすいと思います もし 台湾民政府在日本所設立的這個辦公室 可以作為這兩者之間的橋梁 可以做一個連結的動作 或許 我們是可以做 做思考 做參考 往這個方向去思考 皆さん ぜひ 考えてください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思考 いいアイデアが出たら いいアイデアが出たら 如果有更好的想法 可以提供給秘書長 以上です 以上是我简短的发言 谢谢